8.15秒钟 因为设计安静面所以咱们也不要再往这边加 这就是咱们车辆整体的加速表现 接下来经常有很多人说从100到0的制动表现 然后也可以来大概测试一下 我看一下后面没有车的情况下咱们试一下 所以后面现在是安全的 我来试一下咱们制动 开始制动了 刹车距离挺短的 因为这台车采用的是片子CB的 保时捷的一个特殊刹车 它是采用了一个表面镀层制动系统 而且整个刹车盘的直径 比我们普通车说要大一些 而且它采用的活塞数 是采用的六活塞 制动效果会比普通车要好很多 整个刹车它的抗热摔减能力 比一般的保时机要更强 一会我们下车可以看一下 咱们这个车的刹车呢 它的颜色跟普通保时机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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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刹车 对啊 刹车车 可以看见咱们这个刹车 刹车是卡车 你看每个车都不一样 它的刹车卡车更大 这是一个六活塞的卡车 多少寸呢 轮胎出场有21 21 那宽距多少呢 31.5 265 这轮胎很足 对对对